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你可知道 远古时期的台北 就是一个大型蓄水池 自然调节着盆地里的冷热与土地的涵养 当人们逐渐进入台北盆地开墾居住 为了灌溉农田而煮水墩 那还是个处处是皮膛的时代 刘宫墩 台北全城最有名的古墩 但并非最古老 台北盆地新建水墩的最早记录 是建于雍正年间的雾里薛墩 水源来自雾里薛墙 也就是今日的景美墙 从公馆 古亭一带开始开墾 到了同志年间 灌溉范围已达零三北路 下皮头 蒙甲街等七百甲田地 那么雾里薛墩 又是如何变成人们口中的刘宫墩呢 小时候曾沿着河沟行走 在门前小溪抓鱼兮兮目睹过小桥流水人家的老台北人 大概都曾误以为现在的排水沟都是刘宫墩 而这些被误传的都市传说得从另一个传说溯源 新店开天宫主寺盘古大地 传说盘古开天地并非为人类啃荒 而是身体变成了大自然 草木山川 风云雷雨 为万物留下新的生存空间 而传说之外 不管是哪个物种 都在啃荒之后有了不同的生活样貌 在大台北地区初期啃荒的年代 新店开天宫的县制底下 也正展开一段辟地历史 台北盆地于明末清之际 极有汉人先后前来开墾 但是皮塘水源多来自于降雨 无法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 1736年 郭席流带着家人从彰化北上 从事新雅庄开墾工作 当时附近的农田都是仰赖柴头皮 除水灌溉 由于污泥淤积水量逐年减少 他并一路从松山来到新店西畔 寻找新的水源 当年因为大平林武庄的人 已经在现在碧潭的这个地方 开墾了 所以郭席流是后来再过来的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水是私有财 那所以呢 郭席流就不可以在那边取水了 那当然郭席流之后再往上游去了 那他就跑到 沿着新店西一直上到清潭西 然后再从清潭西进去一点点 在那边来取水 1739年 郭席流创精盛新号 开始在清潭西口开枣 但由于临近泰雅族传统领域而遇遭攻击 加上银水隧道 需要人力凿穿一百多公尺的山岩 如此花费十几年都无法完工 此时 郭席流几乎将变卖的家产用尽 于是在1753年 与大平林武庄递约 盖佑武庄捆手 萧妙新等人 令河谷组成金河新号 接手施工 并用联姻方式安抚原住民 1760年 时空完成顺利饮水之后 水路再分为两条 萧家与郭家开始各自修筑自己的渠道 萧家修筑的称为大平林寸 又称上皮大寸 灌溉新殿大平林地区 郭家则将取水口改到清潭宴北侧 后来又因为洪水重创 于是又在1773年 将取水口改至现金壁潭 并另外开一条 寸渠直通到景美溪上的木建桥 称为夏皮大寸 也就是后来通称的流宫寸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柳宫寸 200多年前南宴起水的进水口 后来因为河川下降以后 南河不到水 然后就建造了抽水场 现在用马达在抽水 历史字字句句说来简单 但回头想想 没有现代测量技术与仪器的年代 开招水寸的人们 是如何发现地势高低与水的流向 或许除了敏锐的观察力 还有强烈的实验性格 好比刘公寸开寸初期 就使用了许多令现代工程人员 泽泽称奇的工法 例如当年的蓝水宴及护体 是使用小船及人力搬运竹蛇笼 并就地取材 填竹大小石头及砂石 加以排放而成 而自景美溪右岸 眺望快乐旅舍 这里是刘公寸进入台北市的起点 但要进城 必得过景美溪 国喜刘最初设计 深约一公尺的U字形水槽 称为平底木建 内侧还涂上油龟以防漏水 并在水桥旁设箭辽 光明工人随时维修 但总是被两岸往来民众 当成桥梁实用 频繁踩踏而损坏 据说国喜刘便发想 以大水缸去底相连 埋在西床做岸渠饮水 但1765年 被暴雨洪水冲毁 国喜刘并避陈积已并不起 其子工人分继承复制 并为防民众踩踏 而将平底木建 改为V字形肩底 称为菜刀剑 至此是刘公寸的前半段生命史 一直到日治时期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农业台湾政策 将私有皮尊公共化 同时把公共皮尊与官社皮尊 纳入水利组合 使得台湾的农田水利管理权 正式一转到工部门 才在1907年 将刘公寸、上皮、物理削寸 合并组成公共皮尊刘公寸组合 1956年 再合并大平林寸 并更名为台北市刘公农田水利会 因此也才有日后 刘公寸并不都是刘公所开凿的说法 日治时期设立的刘公寸组合 包含了刘公寸主干道 第一干线 第二干线 主干道从碧潭寸头展开 透过木建水桥跨越景美西 但在1908年 日本人认为木建有碍水流且不坚固 便拆除改建景维水桥 输水寒洞涉于桥下 桥上供人车通行 这座水路两用桥 也是台湾第一座 以钢筋水泥建造的水利工程 之后为了纪念郭锡刘开凿刘公寸 又改名为刘公桥 但日后又因都市化人口俱增 刘公桥不复使用 1955年又在刘公桥旁 兴建人车专用的景美桥 发展到1963年 再由神水利局第十二工程处重新设计 用红锡管麻鱼西底通水 桥承接了新店与景美的两地往返 刘公寸顿路也在这里进入台北市公馆地区 开始分为东边的第一干线 与西边的第二干线 以及大安之线 刘公寸第一干线 也是真正由国习刘修筑的刘公寸 自新店饮水 由景美公馆地区进入台北市 沿蝉出山西侧 方兰路 信安街 沿集街向东北行 经六张离灌溉信义区一带 再到明深东路四段 与光复北路口附近的四公便 目前该段水寸多遭填平 只剩下信义路五段的中强公园 还保留一段寸路 而进入台大校园的 就是第一干线的大安之线 也是刘公寸在台北市 目前保留较完整的寸路之一 流经台大西侧 新生南路段的刘公寸第二干线 则是原有的物理削寸 物理削寸的前段 在与刘公寸合并后废弃 改为排水沟导入新店溪 而后段就沿着亭州路走 经新生南路西侧 到温州街附近的九辫头 分出九条支流 其中物理削第一第二第三支线 就被纳入刘公寸组合管理 并更名为刘公寸第二干线 也由于日本政府后来在新生南北路 盖了特一号大排水沟 与第二干线其中一小段相邻而行 才让不少人误以为新生南北路底下的水路 都是刘公寸 事实上那正是灌排分离 两套不同的水利系统 目前成为刘公寸第二干线的 物理削寸三条支线 命运也大不相同 除了第三支线已经填平 第一支线向东穿过湿大 新海路后沿复新南路北行 目前安东街就是远寸路 一直到荣兴花园 目前都已经地下化 第二支线则穿越温州街 经台大林森北路九条通 至牛浦再分出支线 也别忘了在刘公寸组合底下 还有和刘公寸一样 源自开天宫下的时空 取新电吸水为用的大平林寸 后来因为地理状况变迁 及灌溉区域扩大 自1944年起 分别于各适当地区 兴建十个抽水厂 抽取景美溪 基隆河 新电吸水灌溉各地区农田 1961年代后 农田慢慢转变为建地 抽水厂因失去功能 而先后报废 1980年后 新电地区发展为商业科技重镇 大平林寸大多转为排水沟 仅留有一小段支线 还在灌溉着14张农田保护区 而刘公寸也在都市化下 逐渐失去灌溉功能 从一条原本必须支付水租 才可以利用的水寸 转变成建地或居民 避之唯恐不及的排水沟 甚至遭讥讽为都市的盲场 变迁之快速 不过40年间 如今少有台北人细想 为什么城里有那么多巷弄 如此弯曲 我们忘了 在热闹的公馆夜市里 脚下的马路 就是原有的寸路 从拼州路200巷走路 流宫水利组合的第二干线 也就是昔日的物理靴寸 就藏身在巷弄里 但在城市里寻找古尊 宛如雾里看花 这段露出的水尊 如今无法令人联想 其塑造大台北聚落的历史 但来到温州街45巷 大学里的居民 在了解水尊历史 发现家门前 原来是有200多年 生命的水稻之后 开始展开自主社区营造 将臭水沟 整理为可以再次清净的溪水 并且把这段流宫寸 名称改为原来的 物理靴寸第二支线 把水的声势与生机一起恢复 而台大校园内 原有的流宫寸水路 也在台大生物环境系统工程系 甘俊二教授和研究团队 共同规划推动向富裕 打造新的流宫寸清水空间 为台北的农业灌溉历史 留下见证 其中也包括最悦湖 这是台北平原最后一个皮膛 流宫寸 物理靴寸和大平陵寸 交织出台北盆地的拓肯历史 在肯荒的年代 人们取水为例 到了基础建设完善的年代 人们为求安定进步 逐渐避水而居 直到近年极端气候之下 得面临淹水 排水不及等置水困境 但现实生活里 我们并没有法术创造奇迹 有的只是重新思考水利建设 当代意义的工程专家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 如何共存共生的居民 当盆地出现第一条水寸 与最后一个皮膛 当我们从取水为例 到避水而居 甚至为水防洪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清水空间 我们是否看见了环境里的自己 正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感谢主持人 更高兴 像摇赏金 感谢观看